明朝年间 宝定府上有一名叫蝶花的女子 蝶花年方二八 在时集上以卖豆腐为生 且说这蝶花生得貌美 故有豆腐西施之名 这天农历五月初四 蝶花早早的就将豆腐卖完 准备收摊 隔壁卖菜的大娘见状不禁问道 蝶花今天生意好啊 明天还来不来 蝶花摇头说道 大娘明天就不来了 明天端午节 回家陪陪家里人 蝶花说着 便推着车朝着东方缓缓而去 周围人见蝶花走了 不禁交头接耳的议论着 哎 我记得蝶花他说他没爹没娘 这大过节的他还能去哪 谁知道啊 不过听说这蝶花身份不一般 说不定家里有个有头有脸的亲戚 不可能 当年蝶花一家可是被满门抄斩的 只有蝶花一个人逃了出去 说来也是奇怪 他当年不过就是个奶娃娃 不会走路 怎么逃出去的 是啊 听说啊 他就是在官爷眼前消失不见的 眨眼间的功夫就没了影儿 邪护得很 说着话 众人见蝶花又去而复返 赶忙互相递眼色闭了嘴 大家好 这里是官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蝶花急匆匆的回到店里 不一会儿从锅里将粽子拿出来 分成了好几份 小分的分给了周围的邻居 大分的则是被他放进了冰水之中 蝶花笑眯眯的看着周围的邻居说 早就包好了 刚刚想起来 不然就浪费了 大娘你们好好的 改天见 望着蝶花渐行渐远的身影 几个妇人你看我我看你 拿着粽子也不敢再多言了 蝶花的来历的确不一般 蝶花原本姓和 在蝶花小时候 父亲是府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官 可职位却是举足轻重 和父在职期间一直都是兢兢业业 公正连结 当地百姓亦是十分爱戴他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福祸但兮 这年蝶花刚刚出生没多久 还没断了母乳的时候 和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十六年前的夜里 和母刚刚哄蝶花睡着 正要回屋就寝的时候 蝶花却忽然睁开双眼 哇哇大哭起来 蝶花的哭声响彻整个夜空 也将整个和家人吵了起来 和母见状 赶忙前去哄蝶花 然而无论和母怎么劝 怎么哄蝶花的哭声都止不住 就在一家人正愁眉不展的时候 和府外忽然间传来阵阵兮兮兮兮的声音 和父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赶忙趴下来 将耳朵贴在地上听了听 不一会儿和父脸色大变 赶忙挥手道 孩儿他娘 快带着蝶花躲进冰窖里 刚刚和父听到的不是别的 正是阵阵马蹄声 其中还夹杂着跑步的声音 脚步声沉重 和父猜测 定时官府来了人 说着话 和父见妻子还未动身 赶忙匆匆回屋 将一个球状物握在手中 悄悄塞进了包裹住蝶花的被子之中 随即赶忙朝着妻女挥了挥手喊道 快走 然而妻女来不及转身 何家大门就猛地被踢了开来 为首的正是知府大人 见这知府大人满脸胡渣 佩刀握在手 见和父一家正站在院子中央 知府不禁邪逆他一眼 冷声说道 想跑 我看谁敢动 说着 知府猛地将佩刀抽出 朝着何家人便冲了过去 何父闭了闭眼 好一会儿才睁开眼说道 李文昌 莫要欺人太甚 你我井水不犯河水 今日为何频频逼退我 李文昌呵呵一笑 这并非我的意思 而是他伸手指了指天上 你们究竟想要什么 何父问道 此时他双手青筋抱起 一抹寒光在黑夜里一闪而过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得到了那样宝物 你得到了那样宝物 只要你将宝物交出来 我定会手下留情 留你一命 李文昌说着 不动声色地挑了挑眉 这句话听上去 像是一场交易 可和父心里明白 那东西他给或不给都是一个下场 李大人在说什么 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我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宝物 李大人若是不信 你大可以进屋去搜 李文昌偏头看了一眼深厚的几人 招了招手道 进去看看 几人将整个和父翻了个底朝天 却什么都没有找到 李文昌登时大怒 佩刀上前 一下子将和父一个下人掀翻在地 和父见状脸色大变 怒道 李文昌 你这狗官 有本事你冲我来 这事儿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然而李文昌却是勾纯笑道 想活命 就把那东西交出来 和父沉默不言 夜黑风高 痛哭声连连 不出半刻钟 和家上下纷纷倒地 和父伸着手想要触碰不远处的叠花 可是明明尽在咫尺 但在此时此刻 却又是那般遥不可及 和父望着仍在不停哭泣的叠花 眼中泛起阵阵液 他的视线越来越模糊 直至眼前沦为黑暗 那么在眼眶中的泪水 才终于滑落在地 一瞬间 包裹叠花的被子下 散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尽管这光芒转瞬即逝 可还是被李文昌一眼捕捉到了 他迈步缓缓朝地上的叠花走去 正与弯腰掀开被子查看的时候 一阵诡异的猫叫声响起 李文昌赶忙四处查看一番 见并无异常 这才松了口气 低下头准备将那东西取出来 然而当他低头的瞬间 却是呼得瞪大了双眼 只见刚刚叠花躺着的位置 此时此刻竟是空空如也 要知道那时候的叠花 不过七八个月 不会说话 更不会走路 这样的奶娃娃 是如何在李文昌面前凭空消失的 为此 李文昌四处寻找多时 都没有找到叠花的身影 这一晚 何家被抄家 关于叠花的离奇失踪 一直都是个谜 而后因叠花的失踪 那件宝物也好似人间蒸发一般 消失不见了 就走叠花的不是别人 正是一只足足有半人多大的狸猫 这只狸猫将叠花一点点抚养长大 在叠花心里 狸猫便是她的家人 此时叠花推着车缓缓向前走着 眼看就要到狸猫所在的山洞附近的时候 一阵痛哭声忽然传来 叠花闻声赶忙四处去看 就见不远处的山林中隐隐绰绰 似是有一人影倒在了地上 叠花见状放下手中推车迎上前去 果然有一老阿婆倒在地上 叠花心善 全然没有想过 这样一个年迈的阿婆 为何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外的地方 她急急走上前去将阿婆扶了起来 关切说道 阿婆 你怎么样了 阿婆虚弱的摆了摆手说道 没事 被石头绊了一下 歇一会儿就好了 阿婆说着 叠花这才看到 就在阿婆脚下果然有一颗大石头 石头周围零零散散掉落了不少粽子 粽子还冒着热腾腾的热气 显然是刚刚出锅不久的 叠花说 阿婆 您这是要去哪儿 你一个人 带着这么多东西 不如我去送送你 不用不用 端午节快到了 包点粽子 我正准备去城里卖 这深山野岭的 姑娘你这又是去哪儿 阿婆四处张望了一番问道 叠花笑道 我家就在前面 过节了 回来陪陪家人 阿婆顺着叠花手指的方向一看 竟看到一处深不见底的山洞 阿婆脸色变了变 好一会儿才抬头看向叠花叮嘱道 人生世事无常 只是姑娘你命不该绝 要记住 这几天千万不要吃别人包的粽子 至亲之人包的也不能吃 阿婆说着 赶忙起身捡起地上散落的粽子 朝着城中走去 而此时叠花望着阿婆离开的背影 心中充满了疑问 尽管她觉得阿婆很怪 不过很快的 她便将阿婆叮嘱的事情抛在了脑后 就在叠花愣神之际 忽然感到裙脚被扯动了一下 她回过头去 只见一只手掌大小的狸猫 正拽着她裙脚不放 狸猫满面愁容 口中急切地叫着 仿佛有什么焦急的事情 发生了一般 叠花见状赶忙问道 发生什么事儿了 狸猫没有回答 反而一溜烟朝着不远处的洞口跑去 叠花心头一紧 不敢耽搁 手边的推车都没来得及推 便跟着小狸猫跑了进去 端午佳节 原本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 以往这个时候 整个山洞 大大小小的狸猫都会团聚在一起 热热闹闹 喜气洋洋的场景 和普通人家没什么区别 而今日 大大小小的狸猫同样聚集在此 只是气氛确实非同以往 整个山洞营绕着一股 死气沉沉的氛围 大点的狸猫满面愁容 小点的狸猫则是眼面哭泣着 就连刚刚带着蝶花进山洞的小狸猫 也忍不住落了泪 蝶花回来了就在蝶花疑惑之际 一道虚弱的声音从众狸猫中传来 众狸猫闻声 赶忙侧开身子 一条通往前方的路也不自觉形成了 蝶花向前走了两步 就见山洞尽头处的宝座上 躺着一只半人多大的狸猫 这狸猫不是别人 正是十六年前 将蝶花从水深火热之中 救出来的老蝶猫 此时老蝶猫浑身抽搐着 听到蝶花来了 缓缓睁开了一双浑浊的眼睛 蝶花长这么大 从未见过老蝶猫现在的样子 老蝶猫对于他来说 就像是他的祖母 如今见到老蝶猫变成这样 蝶花不禁红了眼眶 连忙扑到老蝶猫身边哽咽问道 蝶猫奶奶 您这是怎么了 老蝶猫张了张嘴 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却是猛的咳了几声 一口鲜血也随之喷涌而出 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 周围的小蝶猫哭着 知晓情况的小蝶猫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将事情告诉了蝶花 近三个月 不停有人来这山附近 打探当年的消息 捉走了很多蝶猫 好在那些蝶猫都是未开灵智的 都说不出话 这才没将事情说出去 是啊是啊 来的人都是一些官兵 若不是族长散尽百年的修为 护住这个山洞 恐怕那些官兵早就进来了 到那时候 我们可能就 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族长不是都看到了吗 不久的将来 那伙人汇图了我们整个家族 话说到这里 不少蝶猫都垂下头来 更多的蝶猫则是哭得更加凄惨 听闻此事 蝶花亦是愁眉紧索的 看向老蝶猫问道 蝶猫奶奶 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啊 老蝶猫苦涩的笑了笑 怎么办 现在看来 那伙人应该是快找到了这个地方 如今之际 我们只能趁着他们还没有寻过来的时候 搬离这里 老蝶猫一番话 让众多小蝶猫面面相去 蝶猫家族虽说并不算大 可大大小小的蝶猫家起来没有上千只 也有几百只了 这番声势浩大的搬离 岂不是更会引起那伙人的注意 听着大家议论纷纷 老蝶猫这才说到 搬离的地点我已经提前找到 搬离计划我也已经做好 你们都躲在蝶花的推车上 藏在车里 让蝶花带着你们去往新的住处 听老蝶猫的意思是让他们先走 那老蝶猫自己呢 小蝶猫们担心老蝶猫的安危 一一看过去 老蝶猫似是明白了他们的意思 赶忙摆摆手说道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现在虽然耗费了百年多的修为 但对于我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我歇息一会儿就去和你们会合 事不宜迟 蝶花你快带他们走 老蝶猫下了逐客令 蝶花担忧的望着他 直到老蝶猫再次驱赶他们的时候 蝶花这才出山洞将推车推了进来 让蝶猫们一一躲在他推车盖部之下 朝着老蝶猫 事先找好的地方快步行去 哪知行到半路 竟看到几个官兵在附近转来转去 几个官兵见大半夜的 蝶花一个人行踪诡异的出现在这里 立马起了警戒心 赶忙迎上前凶巴巴的问道 你 车里推的是什么 大半夜的推车去哪儿 蝶花抹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朝着几个官兵信信笑道 几位爷 这不马上端午节了吗 下午收了摊 就赶紧往家赶 想着端午节跟家里人团圆呢 几位官爷行行好 放小女子过去吧 家里人还等着我吃团圆饭呢 几个官兵面面相去 便于要上前掀开推车上的盖部看看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狸猫悄悄露出尾巴 朝着空气中放了一个腥臭的屁 就在那一瞬间 几个官兵如同喝醉酒一般 身子一歪就摔倒在地昏了过去 这是家族中部分狸猫才会的技能 这种技能和黄皮子逃脱的方法差不多 只不过比黄皮子的威力还要大 好不容易躲过了一截 蝶花稍稍松了口气 继续前行着 一直到天蒙蒙亮 他们才终于赶到了新的住处 仍旧是一个山洞 但这山洞却是比先前的要小很多 藏在密林深处 十分隐蔽 蝶花和几个小狸猫在这里安顿好了 黄昏时刻老狸猫才匆匆赶回来 老狸猫自然是看到了昏倒在地的几个官兵 回来便沉着脸 找到刚刚那只放屁的小狸猫 历生说道 我们的技能 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逃脱 但凡是都有利有弊 你逃过了一时 却逃不过一世 聪明的人类 会寻着你的气味找到你 到那时候 你叫天天不灵 叫低地不应 不到万不得已 这技能一定不能用 老狸猫说着 再次散去百年修为 用一股白雾将整个山洞围绕起来 无形之间 加了一层障眼法 此时此刻 蝶花一世忧心忡忡 他问 狸猫奶奶 这么多年 你防的是什么 他们要得到的又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东西 值得让每个人都拼尽全力 老狸猫叹了口气 从随身携带的布袋中拿出了遗物 一颗手掌大笑 呈透明状的圆球 蝶花将这圆球接过来 观察了好半天 都看不出这圆球究竟有何奇妙之处 他抬头看向面前的老狸猫问道 狸猫奶奶 这是何物 这就是当年你父亲无意间得到的东西 别看这东西平平无奇 但只要这东西认了主 那么用主人的鲜血滴在这圆球之上 就可以透过圆球看到人们想要得知的未来 老狸猫说 蝶花听闻此言 手中拿着的圆球忽然也变得沉重起来 难怪当年自己家会被满门抄战 这样东西的存在 对谁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诱惑 可他心中清楚明白 自己一家人之所以被害 正是因为父亲不希望这样的东西流落到人间 倘若真的流落到人间 恐怕将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可以说他们何家用一家人的性命 保全了全天下百姓的生命 想到这里 蝶花的手不由地将那圆球捏得更紧了一些 老狸猫似乎是察觉到了蝶花的想法 他说 这圆球将你认了主 按理来说 别人是无法参透这其中秘密的 但近期那伙人的到来 弄得整个蝶花家族人心惶惶 我不得不好费修为 强行打开这圆球的结界 方可看到我想看到的未来 可却没有想到 我看到的却是满目疮痍 蝶花家族亡了 再短短的一瞬间 我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 只是我的修为不够了 越到后面 画面就越模糊 蝶花此时面色苍白 狸猫奶奶 你的意思是 狸猫家族很有可能 老狸猫点点头 没错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用你的鲜血 逼在圆球上面 看看将来以后发生的事 看看那个男人究竟是谁 我们要想方设法躲过这次劫难 然而蝶花却是面色一变 握住圆球不禁摇头说道 万万不可 我何家皆因此物而亡 这东西非但不能用 反而还要毁了才是 更何况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狸猫家族这么多年 从未伤害过别人 只要我们将这圆球毁了 狸猫家族定会躲过此劫 然而老狸猫确实不肯 那若是此次劫难 不是因此圆球而起呢 别花 你别忘了 当年你的命可是我保下来的 今日狸猫家族即将遇难 这忙你是不帮也得帮 您若是执意如此的话 那么蝶花只能将这东西毁了 蝶花说着 抬手就要将那圆球砸碎 周围的狸猫见状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你一眼我一语地阻止着 在他们看来愚蠢的行为 蝶花 当年可是我们狸猫家族救了你 你吃我们的 喝我们的 今时到了你报恩的时候了 你怎能说不帮就不帮呢 就是我们狸猫家族对你有恩 都说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我们可是救了你一条命 你这样做 实在是太自私了 狸猫们七嘴八舌说着 这时候 老狸猫眼中划过一丝脚霞 这眸光转瞬即逝 谁也没有注意到 好一会儿 老狸猫这才开口说道 好了好了 这忙不帮就不帮 蝶花说得对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今日端午节 我们要好好庆祝一番才是 徒子徒孙们 快把你们包的粽子 拿出来让蝶花尝尝 呵呵呵 老狸猫笑着 和蔼可亲的看着小狸猫和蝶花 而蝶花听到老狸猫不再提及那个事情 脸上也渐渐浮现出笑容 只是蝶花刚刚将粽子放进口中 先前阿婆的叮嘱却再次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 回家之后千万别吃别人包的粽子 蝶花愣了愣 但见小狸猫们也在争先恐后吃着 蝶花这才放宽了心 一个粽子下肚 蝶花忽然间觉得脑袋昏昏沉沉 随着眼前的视线越来越模糊 蝶花身子一歪便昏倒在地 老狸猫微微侧头 看向周围的小狸猫说道 把她抬过来 说吧 老狸猫率先跑上前 带小狸猫将蝶花抬过来的时候 老狸猫露出自己锋利的爪子 朝着蝶花手指上滑过去 瞬间鲜血涌出 老狸猫赶忙将圆球接过去 一滴滴鲜血滴在圆球之上 瞬间画面一幕幕在圆球上播放起来 这时候圆球上浮现出来的男人 缓缓转过身 待看清那人面容之时 老狸猫不禁瞪大的双眼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涂了整个河家的李文昌 李文昌涂了河家 又要涂他狸猫家族 老狸猫想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何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圆球忽然间迸射出大道白光 这白光直冲出去 穿过了老狸猫先前用的障眼法 瞬间白光将整个山洞都笼罩了起来 紧接着山洞之外 便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响 老狸猫见状 脸色大变 不好 没想到这圆球遇到正主竟然会发光 我们暴露了 事不宜迟 孩子们快跑 然而狸猫们还没来得及出山洞 山洞口便被李文昌带来的人统统围住了 李文昌手握佩刀 犹如十六年前一样 缓缓走了进来 当他看到躺在地上的叠花时 不禁笑道 我说当年这奶娃娃是如何在我眼皮子底下消失的 原来是有大仙帮助 才逃过此劫啊 不过这次我可是有备而来 这一次你们谁也别想跑 说着 李文昌回头朝着身后的官兵使了个眼色 身后几人便将手中酒坛打开 一股脑倒在了山洞口附近 几人手中拿着火把 老狸猫知道 只要这些火把仍在酒上 他们整个狸猫家族都在劫难逃 想到这里 老狸猫缓缓闭上眼 随即他竟匍匐在地朝着李文昌说道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这东西我可以给你 但你要放我们狸猫家族一条生路 哦 李文昌挑了挑眉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你还得帮我做一件事 等那件事成功了 我才会兑现我的诺言老狸猫一愣 怒道 给了你东西你就知足吧 没想到区区人类 还想索要条件 面对老狸猫的威胁 李文昌并不害怕 反而朝着身后的人使了个眼色 那人便将手中火把放在地上的酒中 瞬间一股大火腾生起来 吓得几个小狸猫 纷纷躲在了老狸猫身后 老狸猫脸色大变 倘若放在之前 这些人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如今他耗费了太多修为 现在他也是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又怎能保护他们整个家族 想到这里 老狸猫赶忙换了脸色 善笑道 不知李大人还有何事相求 我们狸猫家族定会鼎力相助 这事儿不难 只要听闻李文昌一番话 老狸猫脸色变了变 他看向蝶花昏倒的方向 好一会儿才下定决心答应了下来 当蝶花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仍在山洞之中 周围纷纷扰扰 他睁开双眼 便看到李文昌那张凶神恶煞的脸 老狸猫躺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 小狸猫们则是抱在一团瑟瑟发抖着 老狸猫此刻看向蝶花痛苦哀嚎着 蝶花 快救救我 救救我 蝶花见状 慌忙就要前去查看老狸猫的情况 然而就在这时 先前老阿婆的身影竟忽然浮现在蝶花脑海之中 阿婆焦急说道 千万不要去救他 这都是狸猫家族和李文昌计划好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害你啊 阿婆的身影转瞬即逝 蝶花思索着阿婆的话 可想起从前和狸猫家族相处的种种 他怎么也不肯相信他们要害自己 想到这里 蝶花缓缓走上前将老狸猫扶起 关切地询问着他的情况 然而却在这个时候 老狸猫面色一变 眼神也变得很立起来 只见老狸猫双爪锋利 朝着蝶花便袭击而去 蝶花躲闪不及 后背被抓了一大片 顿时鲜血淋漓 见到此情此景 一旁的李文昌不禁眼眸一闪 手中的圆球赶忙凑到蝶花身下 顿时圆球被染成了一片血红色 随着红色越来越多 圆球开始膨胀起来 眨眼间便崩裂开来 整个山洞燃烧起熊熊大火 蝶花也因此昏厥过去 当蝶花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竟躺在一处茅草屋之中 这个地方很是陌生 他从未来过这个地方 这究竟是哪儿 蝶猫家族此时此刻怎么样了 蝶花心中担忧着 可想到最后老蝶猫对自己的袭击 蝶花不由地垂下了头 就在这个时候 茅草屋的门被人推了开来 等门外人走了进来 蝶花这才赫然发现 这阿婆正是先前他遇见的那位 蝶花愣了愣神问道 阿婆你究竟是 阿婆叹道 我是这片的山神 知道你这孩子心地善良 这才想要提醒你一下 可是啊 你这孩子太善 还是着了坏人的道 好在我动作快 这才将你救了出来 那蝶猫家族和那些人呢 蝶花小心翼翼的问道 阿婆摇头笑道 你也说过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蝶猫家族为了活命 与李文昌做了一场交易 只要他们灭了你 李文昌便会放他们一条生路 因为只有你死了 李文昌才会有机会成为圆球下一任主人 但是李文昌实在是太贪心了 看见你流血 他想着利用你最后一回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万事万物皆有度 一旦超过那个度 便会物极必反 鲜血的灌溉 导致圆球爆炸 那些人啊 在劫南逃了 蝶花望着远方 想起从前的河家 想起从前蝶猫家族对自己种种好 圆球毁了也好 欲望的存在只会滋长得越来越旺 早晚害人又害己 后来蝶花再次来到那处山洞之前 山洞已然以为平地 不见任何蝶猫和人 只是在地上他看到了片片透明的碎片 蝶花弯腰捡起来 那些碎片竟是再次汇聚成形 一颗比从前小一点的圆球 浮现在他面前 蝶花小心翼翼地将圆球收起来 往后世人不再知圆球存在 而蝶花的生活 则是越来越幸福了 蝶花是善良之人 对周围人皆是以礼相待 也正是因为他的善 好心相助了阿婆 也让他后来逃出生天 只是蝶花的善也太过泛滥 更是没有一点自己的思考在里面 他频频相信他人 这才差一点死在老蝶猫手中 而老蝶猫和蝶猫家族就像是一个反面人物 先前老蝶猫救了蝶花 蝶花的确应该表示感谢 事实证明 在蝶花与蝶猫家族相处的这16年中 已然用自己的行动去表达了感谢 然而在蝶猫们希望 蝶花用鲜血去看家族未来的时候 却说我们救了你 你应该报答我们 这无疑是一种道德绑架 乐于助人是一方面的事 而报恩却是另一方面的事 没有绝对的有恩必报 而李文昌算计多年 寻找多年 手中更是沾染了太多鲜血 他唯一的心愿 就是成为圆球的下一任主人 探测未来 最后他得到了 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月有阴晴缘缺 人有福祸旦夕 以平常心对待未来的每一天 才是正确的选择 而人一旦有欲望 便会成为欲望操控的工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